大家好,又是我,艾米。 您可能会问该如何提交搜索请求从持久授权书登记或委任代理人听令登记中找寻所需的资料。 为什么需要进行搜索? 原因可能是,要在向法庭申请作为代理人之前, 查看是否已有一份持久授权书或代理权听令的存在。 让银行、医院或建屋管理局等机构确认相关人士具有代表授权人形式的权利。 在搜索开始前,请确保您已经准备好了您想要搜索人士的权名和身份证号码, 并上传了此人的身份证副本。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使用电子政府密码登录OPGO。 点击Search Request搜索请求,仔细阅读所有信息,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检查您的个人资料以及MyInfo提供的资料是否正确。 如果您是作为搜索代理人代表他人提交搜索请求,那么选择Yes、是并输入搜索申请人的个人资料。 搜索代理人可以是申请人的律师。 接下来,可以选择在Registers of Lasting Powers of Attorney持久授权书登记系统,或Court Orders Appointing Deputies委任代理人听令登记系统,其一或两个系统中进行搜索。 填写申请人的详细资料,说明搜索的原因,以及申请人与被搜索人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上传证明文件,例如被搜索人的身份证副本和关系证明,例如婚姻或出生证明。 上传证明文件有两种方式,点击文件图标,选择电脑桌面上的文件,然后上传至OPGO文件夹, 或者将文件从电脑标面上托放至OPGO文件夹中。 请检查您的搜索请求,确保一切准确无误。 每份搜索请求都必须支付一次性费用,即便是搜索不被批准,或是因为所提供的信息不正确而搜索失败, 费用也将不会被退还。 您现在可以查看您的发票和支付金额。 如果所有信息准确无误,点击Pay付款支付款项,输入付款详情,然后点击Submit提交。 完成付款后,检查收据,点击Continue,继续以提交您的请求。 就这样,您成功提交了一个搜索请求。 您将在三个工作日内接到通知,告知您的搜索请求是否获得批准。